3月24日,美国教育部长卡多纳表示,新冠疫苗施打计划持续推进,并且运用美国救援法案疫情赌注款项,为学生到校上课设立具有良好防护的安全环境,估计全美100%学校今秋都将恢复到校上课,但眼前目标则是让更多学校今春就可以重启校园。 他指出,过去一年来的网络授课导致不少学生进度落后,某些孩童则出现心理健康危机。 课后辅导计划以及具有创意的数旧机会都是帮助学生赶上进度的方法。 他也认为,不应强迫规定要求老师接种疫苗。 近期,美国与墨西哥边境移民数量激增,大量无人陪同的儿童移民无法得到妥善安置。 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日前已发出请求,希望能开放居士基地用于收容这些儿童。 圣安东尼奥联合基地的空闲宿舍和布里斯堡基地的部分空地被列入了使用范围。 皮尤研究中心数据显示,在二月,边境人员共接触到9297名无人陪同的儿童移民,较前一个月上升63%。 由于儿童需要更高标准的关照,后勤工作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由美国12个州的总检察官组成的一个联盟周三呼吁,Facebook和Twitter应该执行其社区指导方针, 清除有些用户账号传播的宣传反疫苗思想的虚假信息。 该联盟强调,这些信息令人们在疫苗接种问题上变得更加犹豫不决, 这将减缓经济复苏,而更重要的是,到最后会导致更多的人不必要的死亡。 在这封信发出的一天以后,扎克伯格、多西和谷歌姆公司Alphabet CEO桑达尔皮查一将就虚假信息问题向美国国会众议院、能源和商务委员会作证。 在东京奥运圣火运抵日本370天之后,火炬传递仪式终于将于3月25日在福岛线启动。 东京奥运圣火于2020年3月上旬在希腊奥林匹亚赫拉神庙完成采集,在完成交接仪式后,圣火于当月20日抵达日本。 由于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这份火炬传递计划最终搁浅,就连东京奥运会也被迫推迟至今年7月23日节目,这在奥运会百年历史上上数首次。 据悉,当天的奥运圣火传递启动仪式上不会有观众的身影,而本届东京奥运会最终决定闭门办赛,禁止海外观众入境,并且除大约500名拥有特殊技能的志愿者外,其余东京奥运外国志愿者也被禁止入境。 美国指控中国在新疆侵犯维吾尔少数民族人权,近日联合西方盟友制裁中国后,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4日发布,2020年美国侵犯人权报告反击, 列举美国六大罪状,包括疫情严重失控,酿成人间悲剧,美式民主失序,引发政治乱象,种族歧视恶化少数族裔处境,社会持续动荡,威胁公众安全,贫富日益分化,加剧社会不公,践踏国际规则,造成人道灾难。 报告指出,美国才是全球人权灾难的最大制造者和世界安全稳定的最大威胁。 报告指出,美国才是全球人权灾难的最大威胁。